福宝妹妹瑞宝会走路了 经过了十天的托儿所喂养 瑞宝又回到了爱宝身边 现在她已经长出了18颗乳牙 时不时地拿妈妈的熊皮当磨牙棒 爱宝这段时间也非常疲惫 正捂着眼睛想静静地休息一下 但精力充沛的瑞宝似乎不想休息 总想方设法让妈妈陪她玩 看来瑞宝也变得活跃起来了 虽然现在瑞宝的头长、身高、颈围、前后腿长 都略逊于辉宝 但她依然在努力成长着 瑞宝的体重也来到了6.250公斤 瑞宝一天天地成长 加上她自身的不断练习 这个奶凶奶凶的小家伙终于学会了走路了 据她的育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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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育员 活跃起来 不育员 我育员 现在两个宝宝都会走路了 都能陪着爷爷们玩耍了 重担再一次落到了爱宝女士身上 因为用不了多久 灰宝也会出现在这里和瑞宝一起给爱宝抚养 不知道到时候爱宝同时看到两个宝宝喝奶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记得点赞加关注哟